第四個字幕 第四個字幕 相隔將近一年後 《異度神劍 2》的前傳《黃金的依拉》 終於在最近推出啦 遊戲描述本傳 500 年前的劇情 以神劍真和劍主劳拉為主角 帶領大家了解 500 年前聖杯大戰 天之聖杯光與滅的激鬥 在《黃金的依拉》中 我們除了能夠用本傳的反派 真與壞光的第一任劍主 一直以來都帶著斗篷、神神祕祕的英雄阿戴爾 也會成為我們的同伴 與我們並肩作戰 作為 500 年前的人們 戰鬥方式自然與本傳不大一樣 在隊伍中玩家們可以隨時切換操作劍主或是神劍 而不是單單只有劍主在拼命戰鬥 而且只要善用切換神劍時出現的技能 就能打出漂亮的連擊 就連過去難以累積的屬性球 這次也能輕鬆集滿 想打出高傷害 就多放點必殺技吧 不過在《黃金的依拉》中 能夠使用的神劍只有固定 6 個 不像本傳能隨自己的喜好切換神劍 取而代之的 是他們都有各自的製作技能 只要在火邊就能製作料理或是護符等等 像是真 原來是個擅長料理的暖男呢 至於光的料理 Oh my god 這真的能吃嗎 想要了解燕到底是怎麼出現 繁榮的依拉國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黃金的依拉》這個獨立資料片 絕對值得你細細品味喔